牟尼京社英国祭祀集 婚姻与感情系列 如何化解命中注定的小三 以下为一位师姐分享 来文照灯 我想和各位有缘人分享 如何化解有小三的婚姻 我有一个会算生辰八字的多年好友 去年有一天 突然跟我说了一些话 他说 以前跟你说的 有关你婚姻的事情 其实我是有所隐瞒的 如果照着你们夫妻的生辰八字来算 你先生应该是有两段婚姻的 但因为算命这种东西 是种统计学 相同命运的人 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同样的事 因为事情总有例外 所以他一直没有跟我说真话 因为他觉得我的婚姻很好 觉得我们的婚姻应该就是那个例外 我跟他说 我们是多年好友了 有些话可以对我直说 就不用隐瞒我了 他跟我说 如果是照我们夫妻的八字来看 我们在最近这几年应该是会离婚 我回答他说 你在开玩笑吧 结婚都二十多年了 儿子都研究所毕业了 婚姻关系一直都不错 怎会突然离婚了 而且我没有感觉 先生在外面 没有认识别的女孩子啊 我们夫妻之间应该没有离婚的理由 他跟我说 很多人老了才离婚 所以不代表说 结婚很多年就不会分手 而且如果是命中注定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生 命中注定这几个字 让我失眠了好几天 心中反复地想着 不知如何解决 望着先生的背影 发福的身材外形 早就是一个大叔的模样 且都这个年纪了 还会临老入花丛吗 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另一个好朋友 我希望他可以对我说一些安慰的话 比如说算命都是不准的 或者跟我说算命师都是套你的话去猜测的 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如果是因果可能就跑不掉了 之后他又跟我介绍了蒙尼经社的网站 建议我可以先去网络看他们的信息 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写信去确认是不是真有这件事 看完了经社有关感情部分的文章 我决定写信请示 看看是否真有此事 等了一个星期 终于有答案了 菩萨开始 却有此事 先生命中 有两段婚姻没错 看到这个开始 真的傻眼了 在别人的眼中 我们是恩爱的夫妻 而且一路走过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怎么可能先生会突然不要我 再去娶别人 脑中开始出现着 原配和小三互相吵架的戏码 我是大老婆 该如何预防 我才不会输得彻底 我又该如何去预防发生 我决定在写信请示 问了两个问题 1.我和先生是否缘分已尽 如何让婚姻继续维持 开始 两人缘分已尽 如要婚姻美满 需补经文各168遍 回向婚姻美满的福德资粮 2.先生与第二任妻子 是否有因果 如果有因果 该如何解冤事结 开始 先生与第二任妻子有相欠 须经文各117步 回向浅清远近 哇 菩萨有开示经文 那表示有转环之地 我火速地回向了这些功德 而我也改变自己的行为 日常生活中 尽量以先生为中心 不再和那些姐妹桃们 到处去吃喝玩乐 另一方面特别注意 是否有小三出现 嗯 还好 目前婚姻一如往常 感恩佛菩萨让我挽救了我的婚姻 感恩 分享结束 每个人人生 每个人人生要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有人以赚钱为主 有人以享乐为主 有人则是以家庭为主 把家当作核心 守护好家庭 就像紫薇斗树中提的 有人只要赚得到钱 后半辈子就会觉得 安然无忧一样 当然有些人是以家庭为主 也是同样的意思 不过如果像上述的案例 儿子都研究所毕业了 这是婚姻才亮红灯 若是以家庭为主的人来说 这算是晴天大霹雳了 上述案例 除了算命的推断 还有惊涉的开始 算是双重的验证了 也许有人觉得 算命不准 无法当作参考 又也许有人觉得 事都没发生 没看到也不能说准 但请再看看 经社出版的因果记事集 上千篇案例 都是请示者感应的分享 经社也只是纯义务服务 不会闲着没事 搞一个假的开始给您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解决问题 无论是否已经发生问题 您能够真的把问题解决 这才是福气 就如上述所言 哇 菩萨有开示经文 那表示有转环之地 我火速地回向了这些功德 而我也改变自己的行为 日常生活中 尽量以先生为中心 看吧 这不仅解决了问题 还渐渐改善了自己的态度 往后前景将更光明呀 人生的疑难杂症很多 很多请示者到经社请示时 都已经被这些 已发生的问题困扰很久了 而且也造成后遗症 如身体 器官的病变造成处理干扰后 还是得要长期治疗或复健 精神受创后 需要时间疗愈 家庭生变了 想挽回 还得要看姻缘 等 与其花很多时间 处理这些已发生的事情 倒不如像上述的案例 在还没发生前 就处理妥善 这样只需处理干扰 就不必处理后续的事情了 这就轻松多了 只是 想在事情发生前就处理妥善 还真是需要大福报 想要得到这样的福利有机会吗 有 重报轻受就是 按照经社办事的经验 如果您认真修行与消业障 相关的业报可能会提早现前 而且就可能是重报轻受 让本来该很惨烈报应 变成小事件 或者是请示完事件后 就不报了 这些都有案例可寻 真的能够发生 本篇案例标题为 如何化解命中注定的小三 其实 透过谋尼经社调解因果案件 补足福报资量与项目回向的平台 这个标题还能改成 如何化解命中注定的车官 如何化解命中注定的事故 如何化解命中注定的癌症 如何化解命中注定的精神疾病 等 这些都有机会改变 有这么好的消息 还请您多多推广弘扬 这世间有太多人需要帮忙 您的流通与分享 就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让他们能解决因果问题 还能消除业障 这是人天赞扬 皆大欢喜的事啊 而做这样的事情也在结善缘 往后或未来世的人生 将开始贵人不断 贵人运 就是这么来 还请多多为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 解决众生累积 累自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示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